他在要上幼稚園之前 要去檢查 就發現他是聽力有問題 是要領一個殘障手冊的 那當時醫生是怎麼跟你們說的呢 他就說一輩子他就希望 要這個小朋友帶助聽器 要不然的話不是只會影響他的學習而已 他的生活都會遭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現在看你的耳朵 我好像沒有帶助聽器啊 我們今天要採訪的是一位小小魔術師 他在三歲的時候就被醫生診斷出 有中重度的聽覺障礙 那麼醫生就告訴他的父母 一定要終身帶上助聽器 但是這真的是他唯一能夠選擇的路嗎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這對父子怎麼說呢 來我們一起來歡迎慶舟師兄跟道順師兄 跟我們先謝謝大家 嗨 大家好 我是張道順 我是慶舟 你好 他們好像已經要開始表演了 上台一鞠躬了 慶舟師兄 來跟我們聊一聊 道順出生的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不過您在講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張張道順小時候的 可愛的照片 生出來第一天滿心歡喜 第二天就發生了一件事情了 發現他是黃膽 指數過高 然後又送回醫院 一送進去醫生說 怎麼怎麼會這個樣子 馬上加護病房住了很久 是嗎 對 結果後來這個黃膽好不容易加護病房出來 這沒多久又聽到了另外一個 令人實在是慌張失措的消息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它是叫做有殘痘症的狀況 殘痘症 對 這個殘痘症好像在我們台灣還蠻常聽見的 對 現在新生兒2%到3%都有殘痘症的狀況 它是屬於先天性的紅雪球的缺陷 它不能吃殘痘 因為殘痘裡面有某方面的物質 會造成它紅雪球的破壞 造成了一些貧血啊 淡氧能量不足啊 所以就容易疲累啊 容易臉色蒼白啊 甚至呢 嚴重的狀況會造成這個生命的問題 一般正常的紅雪球它是非常飽滿而充實的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某一種淡氧物質啊 它侵入了紅雪球之後呢 會破壞它 紅雪球破壞 那我們身體來不及生出新的紅雪球來 你就會缺血 對 這個氧氣啊在身體裡的輸送也是要靠這個紅雪球 所以我們紅雪球一破壞 就像您講的 蒼白啊 然後 嚴重的時候搞不好 對 缺血 缺血對 所以已經不是貧血的問題了 而是可能就會有生命的危險 對 來講講這個 您是什麼時候啊 發現我們張道順聽力有狀況嗎 就是它在要上幼稚園之前的時候要去檢查 結果發現它是聽力有問題 就要求我們去三種做詳細的檢查 發現它的確是聽力比一般小朋友差 嚴重狀況就是56分貝 那是要領一個殘障手冊的 其實56分貝就表示說我們常人講話 他是聽不太清楚 聽不清楚的 對 就等於說我們兩個 我們這樣講話他會聽不清楚 哇 那當時醫生是怎麼跟你們說的呢 他就說 一輩子他就希望要這個小朋友帶助聽器 要不然的話不是只會影響他的學習而已 他的生活都會遭受到很大的影響 一般家長聽到這個當然會覺得說 那得幫他帶上助聽器啊 但是我現在看你的耳朵好像沒有帶助聽器啊 對 因為我們師父說 希望他能夠透過自我鍛鍊的方法 然後呢 不需要去依賴那些助聽器 結果我們發現真的他 這個這幾年來逐漸逐漸的穩定而且進步 哇 那道順就要問問你了 好 你從小開始沒有帶上助聽器 那你覺得有什麼不方便嗎 我覺得就是在學校都會就是有不方便 因為學校老師都會一直跟我說 你要跟爸爸媽媽要講說 一定要帶助聽器 不帶助聽器會不行啊 功課會變得不好 在學習上真的有障礙嗎 對 其實學習的確比一般小朋友來的慢很多 他的成績也比較差 可是在這一點方面 我們就是不斷的鼓勵他 沒關係 只要有盡力 有進步就好了 那在他生活方面 我們就多一點耐心陪同他 就是說你講的不好了 我們就再多講幾次 對 那尤其在師父這裡呢 很多師公師姐都會在幫助他 都說 當道順你再講慢一點 再講一次 不斷的提醒他 不斷的訓練他 所以整個環境是有很大的幫助 是 那道順說說看你小時候 你做過哪些訓練呢 為了你的聽力能夠更好 你做了哪些事呢 我小時候就是有打武術 練功夫 還有練平甩功 當然平甩是必要的啦 還有聽波 還有泡茶 泡茶 泡茶 泡茶為什麼對你的聽力有幫助呢 因為泡茶它可以讓我 就是專注力集中 然後呢很放鬆心情 真的很棒啊 哇 我知道說我們練功夫啊 這個泡茶呢 可以讓我們靜心下來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靜坐啊 有我每天都有 每天 每天 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每天 常常 對 對 都有靜坐 而且它靜坐完之後呢 練完功靜坐完之後 很快就睡著了 而且你睡著的時候 你不會想說 要錢上廁所都不會 就直接就很 就直接睡到早上 對 真是太完美了 我記得師父也曾經 給了你一句心法是嗎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練功夫是怎麼樣 練功夫不是練一段時間 而是練一輩子 就是 就是甜甜練練 練到你 練到你 不行練為止 唉唷 這講得太好了 那 就是你講的這些練功夫啊 打掃啊 它真的 具體的 可以證明說 對它的聽力有幫助嗎 嗯 就是我覺得 練功夫可以讓我 就是 發覺每次一練完功夫 就是很清楚 現在要該做什麼 然後不會 不會就是感覺被 就感覺 煥然一新 感覺被洗腦過 喔洗腦 就是思緒整個穩定下來啦 清楚多了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去檢測是 五十六分貝 那後來三年後再去檢測的時候 變成了五十五分貝 再去檢測的時候變成五十四分貝 然後五十三分貝 這個意思是說 一開始它要 你的音量要到達五十六分貝 它才聽得到 讓它去做聽力測試 所以它是多久的時間 你發現它聽力有改善嗎 聽障手測它有的期限就是三年 所以三年之後 它一定要再去檢測一次 就發現它的數值已經進步了 進步了 那在醫生的報告裡面 他說這種東西是不可逆的 就跟我們近視一樣 你近視五百度 不可能再變成三百度的 但是的確在這幾年的 持續穩定的鍛鍊當中 它的數值是真的進步 而且醫生也說 那就繼續這樣練下去 醫生也是跟他這麼說 醫生也鼓勵說 你就這樣繼續練下去 一般的聽障的朋友 他如果說感冒的時候 其實他聽力也會受損 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看到很多的聽障的朋友 他們感冒的時候 他聽力就是下降 下降嘛 所以都希望他能夠運動 他會有這個現象嗎 他從小到大其實很少很少生病 連感冒都沒有啦 兩三次吧 不舒服的時候 就叫他多練功 然後幫他順一順調一調 多喝我們師父的全和人水 隔天就好了 所以他看健保卡 就只有看牙齒跟耳朵 對不對 還有眼睛去檢查 眼睛去檢查 對 所以其實練功 不僅僅是幫助我們聽力變好 它也讓我們更健康 對不對 對 大家一起跟我們一起練 你很喜歡做這個手撕 是真的 你是要競選嗎 你準備裝來去競選嗎 動算 動算 我發現你這個很可愛喔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聽力有障礙的人呢 他其實在口語表達就會受限 對 可是我看他挺溜的嘛 對 其實他小時候講的不是很清楚啦 石雄師姐都有跟我們講過 那後來呢 就在聽障的那個輔導室裡面 他都會鼓勵這樣的小朋友去參加 口語演講黨讀比賽 OK 這個我們先來看看說 他小時候這個口語講的 並不是那麼樣的清楚 我們來看看一段你小時候的影片喔 好 好 我擔心 你吃麵啊 我餓它 請問你吃什麼麵啊 我吃全我餓麵 大喊 哇來鼓勵鼓勵 你說這個影片是他多大年紀 三歲的時候 所以三歲就已經可以這樣表演 真的是超級可愛 這些師兄師姐們 是怎麼幫助他在口語上可以不斷的進步呢 嗯 你還記得嗎 記得什麼 小時候師兄師姐怎麼幫你 提醒你 師兄師姐 師父跟師兄師姐說 就是 看到我都要跟我說師兄師姐大家好 說不清楚的話就要再說一遍 然後我說一百遍一千遍自然就會記起來 就說得更清楚 對 哇太好了 其實後來他九歲的時候就開始去參加一些 演講比賽 演講比賽 對 就唸一些文章讓他咬字能夠更清楚 所以呢 他就參加從台北市的參加到全國的 然後成績呢也逐漸從第三名到第二名 然後到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您的演講比賽 謝謝師父給我們這個機會 謝謝師父 感謝師父 感恩 不但親自教導 而且教所有的師兄師姐 都怎麼樣去幫助這樣一個聽力有障礙的孩子呢 對 他能夠不斷的在生活當中去進步 哎呀 老師會不會很擔心說 你沒有帶助聽器 你怎麼去參加這個語言比賽 他會擔心我就是 就是功課啊還有學業會變得比較差這樣 對 比較跟不上 然後呢父母也會有時候也會被老師影響 對 也會說 好啦好啦就讓他帶 下課帶就好 回來就不要帶 然後我就一直跟爸爸媽媽講說 不行 師父跟我講說不要帶 吐槽喔 你知道最根本啊還是得靠自己鍛煉對不對 對 這慶舟師兄他們除了說在我們自己 沒門防空鬥友表演之外 其實他們也常常到很多的場合去做表演 做公益的演出 對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的朋友 能夠看到我們張道順的故事 得到鼓勵 對 就是說除了讓這些小朋友 他們上台增加自信之外 也把他們故事呢更多的分享出去 那些很多弱勢小朋友因而獲得了啟發 那所以有些時候他們會給我們車馬費 但是我們說我們這些車馬費呢 也全部都是捐給基金會 可以做更多的公益事情 所以以公益來贊助公益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行為 太棒了 對 所以如果呢你有什麼樣的場合需要 魔術師 他們兩位可都是魔術師表演 或者我們還有其他的綜藝團 有很多喔 需要表演來請聯絡張慶舟 對對有武術有魔術 我們把線畫給他潑上去啊 有便臉有大球有散舞有帽子 哇這個保證你們能夠在這個活動熱鬧又精彩 張慶舟記得要跟他聯繫啦 歡迎 那我們就講到了這個大小魔術師 變魔術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 怎麼看魔術 比如就是三歲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在三歲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爸爸在整理魔術道具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魔術道具 就這個 裡面有一個錢 裡面一塊錢 對 有一個十塊錢 十塊錢 十塊錢 好把它這樣 就變成一個魔術棒 變 所以這個是你三歲的時候 就是我三歲的時候變的 四年級的時候先去參加高中組的比賽 然後呢先獲得了第三名 後來又參加國際級的 國際級的 國際級的就先經過了初賽 複賽 網路賽 決賽 才得了第一名 哇國際級的第一名 道勝從小練功夫的 要不要為大家來表演一段功夫啊 我表演一段 好啊 那你要表演什麼呢 我要表演 就齊八翻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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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 您的這些小朋友啊 旁邊有些身體障礙在啦 聽力聽不好 你希望跟同學 你希望同學怎麼對待你 你想告诉他们什么 我希望 我希望同学就是可以 可以包容我们不要嘲笑我 太好了 那我们听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你想 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待 来爸爸你多这次 不行 应该让他听到他才知道 OK 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待 我希望他可以多多给我鼓励 我一直鼓励你啊 说你很棒啊 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鼓励 随时鼓励就对了 你今天泡茶泡得很好 今天表现表现很好 刚刚打拳也打得很好 谢谢 因为在这个师傅的环境里面 小时候你不是每天都帮他按摩 对啊 这个跟大家分享 有时候这个帮小朋友按摩 这个除了可以让他的血液循环变好之外 睡觉稳定之外 也可以增加很多的亲子互动跟关系 师傅一直教我们要这样子啊 因为爱则学炸 你真的是很会表演 因为超级爱表演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喜欢表演 因为我觉得表演可以把 欢乐还有开心分享给大家 他们开心我就会看到 我也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太好了 欢迎大家能够邀约我们去表演 把这些正面的能量呢 能够传递给更多人 让他们能够受得 受到这个 受到启发 对 太棒了 受到感动对 那您对于教育这样的小朋友啊 您要给这些父母一个什么样的建言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小朋友 就好像老天爷要告诉我们父母 要更耐着性子 去倾听他们的声音 对 跟他们一起练功啊 跟他们一起泡茶啊 聊聊天啊 跟他们一起按摩啊 虽然有些状况表现得比别人差 可是老天爷开了另外一扇的窗 我们看到他的优点 我觉得就很棒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泡茶也是一种锻炼呢 因为泡茶它可以 让我的思绪稳定下来 然后呢 让它更专心 就是更专注 然后呢 我就可以知道更多事情 听到更多声音 我们发现啊 小时候就发现了 很多使用师姐说 他虽然听力好像不好 但是他的嗅觉和味觉还不错 因为他的嗅觉呢 比较敏锐 反而是更敏锐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刚刚讲嘛 你就去观察他的长处 然后你依据这些长处呢 再去鼓励他 因为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他觉得哇 泡茶给别人喝 别人觉得很好喝 又不断地给他鼓励 所以大家如果有 跟我这种状况的话 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做 泡茶 练功 停拨 打拳 静坐 平甩功 大家一起来做吧 对 如果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欢迎随时 能够跟我们 跟您分享都没有问题 你现在几岁 现在十四岁 十四岁 等于有十一年的努力了 对 所以在这十一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并没有因为听不清楚 这个世界的许多声音停止脚步 这个爸爸是不是常常给你魔鬼训练 完全不要忘记 什么时候 有吗 我不是都爱的训练吗 没有 就是在比赛之前 比赛之前 对 平常是爱的抱抱 比赛之前就 平常是爱 他到了比赛就魔鬼训练 到了比赛就是 对 那表示你也是很能够理解说 其实我觉得爸爸这样对我也是对我好 因为他是 如果 如果跟一个人不爱我的人 他也不会这样子去 处罚我或者是来教导我 因为他有爱我 所以他才愿意去花这份心力在我身上 所以他常常说 我可不可以去楼下骑脚踏车啊 可不可以去打球啊 我说不行 最近这两个月都不行 对 没有看 不能看电视 就是练习 在练习 所以您也是熬过来了 所以得到第一名的时候 有没有非常兴奋 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不是说真的 对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虽然我们这个走来呢 并不是那么样的轻轻松松 但是带着这一点障碍 反而它让我们把障碍变成了没有阻碍 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有障碍 我们透过锻炼 自我锻炼来克服 这样子的故事可以鼓励更多的朋友 对 来我们谢谢庆周师兄 道顺师兄 谢谢 谢谢各位的嘉宾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护持我们这个节目 希望下一次您再把这个讯息传给更多的人 追踪我们的脸书平台 谢谢 然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小铃铛 谢谢 我们就会来提醒您 希望您帮我们多多的推广 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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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们上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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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